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9月从泉州起跑 唱变 上海 北京 纽约 伦敦 巴黎 东京 雪梨等城市后 本月24日奔赴扬州举办中国最终场演唱会 而他演唱会跟工作人员有个不成文的默契 就是演唱会最终场 他会开放平时被他恶症的工作人员报仇 他唱《人之初》时 工作人员将提词及歌词 故意打错成三字经的人之初 性本善 他怕笑场 闭着眼睛投入情绪 当他演唱会介绍乐手时 乐手竟故意捉弄他霸眼 甚至他与乐手互标吉他时 吉他手跑还跑给他追 他笑说 刘若英的演唱会是很有气质 你们这样会让第一次来看我演唱会的人 以为我的演唱会就是常这样 而他演唱会当天撞金曲奖 感慨说自己并非唱江行或实力派 向来与金曲奖无缘 但为他写歌优秀的音乐人 却都不能入围金曲 留下些 许遗憾 中国宣演结束后 8月11日 12日 他将带着双主 唱限定版2017 Rain 我赶刘若 男演唱会 时隔一年多重返台 小旧弹标桑宋慧乔自PO照片泄密 报客离岛同诉 宋仲基35岁韩国女星乔妹宋慧乔与宋仲基 去年合作太阳的后裔旅船交往 日前被默契同游客离岛 前后脚返回韩国 双方事后虽否认 但韩国节目Section TV 昨爆出先到当地的宋慧乔 在南方抵达后 立刻换住处 并在私人IG上传三张饭店照片 两人同入高级别墅饭店 一晚要价150万韩币 约4.5万元台币 双送热链船 文在起 乔妹的前度们 李炳宪与玄斌都是假戏真做交往 如他与宋仲基擦出爱火 也不用太意外 媒体报道他本月4日 至15日在克里岛出没 宋仲基7日至13日也碰巧在当地 两人澄清为不同目的到该地 并否认撕毁 时间意外重叠 但韩国娱乐节目 在桥内私人IG发现两间饭店照片 它11日上传位于水明庙地区的高级别墅饭店 时间点正好与宋仲基时间重叠 制作单位 实际走访该别墅 工作人员表示 南方进出都戴着口罩 但退房时认出了他的身份 只来到宋慧桥下塔处的男子 正是宋仲基 节目更放话 下周会播出更劲爆内容 刘若英大陆开唱遭恶症 皮磁机竞播三四经 刘若英我赶世界巡演 自去年9月从泉州起跑 唱遍上海 北京 纽约 伦敦 巴黎 东京 雪梨等城市后 本月24日 颁赴扬州举办中国最终场演唱会 而他演唱会跟工作人员 有个不成文的默契 就是演唱会最终场 他会开放平时被他恶症的工作人员报仇 他唱人之初时 工作人员将提词及歌词 故意打错成三字经的人之初 性本善 他怕笑场 闭着眼睛投入情绪 当他演唱会介绍乐手时 乐手竟故意捉弄他霸眼 甚至他与乐手互标吉他时 吉他手跑还跑给他追 他笑说 刘若英的演唱会是很有气质 你们这样会让第一次 来看我演唱会的人 以为我的演唱会就是常这样 而他演唱会当天撞金曲奖 感慨说自己并非唱江型或实力派 向来与金曲奖无缘 但为他写歌优秀的音乐人 却都不能入围金曲 留下血 许遗憾 中国宣演结束后 8月11日 12日他将带着双主 唱限定版2017 Ring我赶刘若南演唱会 时隔一年多重返台湾小旧弹标桑宋慧桥自批欧照片泄密 报客离岛同诉 宋仲基35岁韩国女星乔妹宋慧桥与宋仲基去年合作太阳的后裔旅船交往 日前被末期同游客离岛 前后脚返回韩国 双方事后虽否认 但韩国节目Section TV 昨报出先到当地的宋慧桥 在南方抵达后 立刻换住处 并在私人IG上传三张饭店照片 两人同住高级别墅饭店 一晚要价150万韩币 约4.5万元台币 双送热链船 文在奇 乔妹的前度们 李炳献与玄斌都是假戏真做交往 如他与宋仲基擦出爱火 也不用太意外 媒体报道他本月4日 至15日在克里岛出没 宋仲基7日至13日也碰巧在当地 两人成亲为不同目的到该地 并否认撕毁 时间意外重叠 但韩国娱乐节目 在桥内私人IG发现两间饭店照片 它11日上传位于水明庙地区的高级别墅饭店 时间点正好与宋仲基时间重叠 制作单位 实际走访该别墅 工作人员表示 男方进出都戴着口罩 但退房时认出了他的身份 只来到宋慧桥下塔处的男子 正是宋仲基 节目更放话下周会播出更劲爆内容 这应该就很棒了 使用